南投市山河停车场在进行铺设薄油路面工程时 将当地使用数十年的深水孔盖覆盖过去 造成地方民生问题 厂商当下也承诺在烟熟成功后将会回复严状 但市境已久却无做相关的改善 在经地方沉浸后 县医院烂衣雪也要及相关单位前往会堪 我是这边的住户 因为去年在施工的时候 厂商因为要赶6月15 我们这边的那个庙会 所以他们就赶快的快速的施工 把我一个使用了几十年的深水井的维修孔盖覆盖过去 那我们也透过里长 请里长来帮我们 我们也当场都直接跟我们的包商反应 厂商反应过 也请我们的里长来跟我们关心 那时候是告诉我们 只要验收通过一定会把我们恢复成原状 那现在都没有处理 我们现在要维修 工人不敢怎么样失智作动 民众黄小姐指出 相当感谢县医院烂衣雪对于地方的关心 而深水井遭薄油覆盖造成地方相当大的民生问题 也希望能够紧速改善 所以我们就请呢 那个赖议员来帮我们关心 来恢复我们这个维修孔盖 让我们可以使用 然后呢 让我们可以修理 然后维修 然后恢复我们这边住户的那个什么 用水的那个什么 的安全这样子 这个已经使用几十年的水井了 对不对 从阿公阿嬷那时候就用到今晚了 你无缘无故把我 那个 伯友把我扛扛起来 实在是不合道理 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用水 的自由 住户的用水的安全这样子 县云内学指出这一口井 当地居民已使用数十年 而厂商却没有将其恢复原状 造成地方民怨 也期盼在会康过后 厂商能够紧速改善 去年前瞻计划我们三合停车厂的改建工程 透过我们县政府的一个发包工程 但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 那么经过里民的一个陈情 这里有一口井 是我们这里的里民用数十年了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为了方便把这个政策抗掉 现在基民在欢迎说 造成他们很大的民生的不方便 所以今天透过我们课长 跟相关单位一起来会康 希望赶快能够恢复 还原原来的一个样貌 让我们的居民能够透过这口证 让他们的民生问题能够解决 期盼在双方的沟通之下 能够尽速恢复原状 让我们的民生生计都能够得以保障 在会康过后 赖议员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多处厂商 紧速将三合停车厂深水井的部分 恢复原状 让民众能够方便用水 解决地方民生问题 记者从军南投采访报道